就在细科火车站桥下有一整排的拱形空间 目前也有不少民众会把机车停在这里再去打火车 只是看过去地面都是黄土还有石头 烟地垃圾也不少 空间闲置没有管理环境脏乱也让临近的里长们很困扰 所以一直以来都希望台铁能够将这里进行整顿开放停车 现在红国大陆前面的这个停车长 现在改进之后啊 这些汽车跟摩车根本没有地方去 所以我非常感谢 这个其实这个是两年前啊 我们就有没有整个办理会堪 真的是好事多么 终于有没有有一个尘埃落定 要建第五停车场 最缺乏是机车的停车位 那我们长期以来也一直跟台铁 跟我们的新北市政府一直说 一定要来细科火车站这些所空下的这些空地 善加利用能够把它发展成为给我们的里民 或甚至于的附近要来坐车的这些乘客旅客们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来停他们的汽车或机车 因为长期闲置 那也因为看到环境的战乱 那有一些汽机车停在这边 那导致于说没有人管理 那之所以之前就一直里长还有警察这边一直建议说 应该要朝向多功能使用的方式 让它变更成停车空间 所以今天来会堪就是为了解决 将闲置的场域改成整理好 然后未来可以让民众来做一个停车 有秩序的管理 在结果成情后 立委省发会服务处 赖品渝服务处以及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就邀请了台铁市府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一直以来 细科火车站都有机车位不够的情况 造成周边停车乱象 而在经过讨论之后 也要求将桥下的拱形空间申请变更多目标 作为停车场使用 会看结论要求 一个月内完成多目标审查 与停车场正使用的核定 尽快的完成停车场的设置 提供民众使用 疏解细科站周边的停车问题 加成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